第1章 诸葛 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不行 那个诸葛先生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感觉有点怪 哪怪啊 不好说 红栏树的事这么大 没点本事 怕是不敢接 我觉得吧 来来来 奇怪 他们又不找我 我多想 他们肯定以为楚爷在牢里 那现在又是被他们看见了 使不定又要闹 这还不简单 我让他们看见就好了 这些人怎么还不走 第1枚和红栏栏关系密切 就算楚爷被抓进大牢 他们也不会放心的 怕云川寻思再把他放出来 那也不能让楚爷 一直待在牢里啊 这次郡公出面 为他女儿不平 肯定会钉死了第1枚 我们也不能自找麻烦呢 你的鬼主意呢 有了 我觉得左眼不够完美 我觉得右眼也不够完美 我觉得嘴巴还可以厚一点 鼻子还可以画白一点 嗯 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哎呀不行 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不是你了 我看不惯啊 你这样挺好的 是啊 再凡间就不要乱用纤树 万一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那就糟了 那就糟了 再说你总是和凡人打交道 乱用纤树 不太欺负人了 不太欺负人了吗 嗯 嗯 你们是故意的吧 没有 没有 我们都是为了第1枚嘛 为了第1枚嘛 继续吧 不太欺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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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